英語老師帶著學生們來到教室挑選書籍 上千本的英文書 有繪本 小說 甚至還有光碟和教科書 每位同學都仔細翻閱 挑選出想帶回家閱讀的英文書 因為我很喜歡狗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本書 我很開心 也很興奮 就是我人生第一本英文小說 他感覺就是一個有關於追夢的男孩 因為他的封面就是很酷 然後就是很有趣 我剛從美國駐船來台灣 原來這上千本的英文書全都是來自美國 有一位長期旅居美國的台灣人 Amy Lin 賴淑娟女士 所發起的Boost for Taiwan送書到台灣 整合美國志工的力量 將圖書館下架的英文書收集整理後 漂洋過海捐贈到台灣 一次收到這麼多英文書 就連幫忙為書籍開箱的同學都非常興奮 挺興奮的 因為一輩子都沒有看過這麼多英文書 這本書叫《The BFG 吹夢之人》 因為他之前我有看過中文版的書 也有看過電影版 都覺得羅德達爾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當時覺得這個讓我很興奮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活動 而且他還有都是英文書 然後我選了一本叫做偷書賊的書 《The Book Tip》 就覺得很興奮 有那麼多的書 一定看不完 而且滿多是很有名的著名小說 就覺得還滿有一種緣分 在台灣我們常常講到學英文 我們就想到說溝通很重要 但是學生有時候跟我們反饋說 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常常跟外國人溝通 可是藉由閱讀 我覺得它就是跟外國人的一個連結 我們可以從閱讀當中 從這些美國人的書當中就看到很多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一些背景 然後我們老師們在學校裡頭 其實我們本來就有在推閱讀 也會帶著學生去了解這些書中背後的含義 東湖國中還特別製作了有聲書 介紹證書活動的起源 而學校也希望每一位孩子 因書拓展視野 因書支付其福 我們非常感謝這一次由Amy號召的 《Books for Taiwan》志工們 能夠看到東湖國中在閱讀推動的努力 所以送給我們從美國圖書館下架的 這1000多本的圖書 我們收到的孩子還有家長們都非常的開心 這也展開了我們雙語教育的一個新的匪業 在423世界閱讀日 東湖國中還邀請蘇格貓底 東南亞行動書車停住校園 加上這次證書活動 學校透過推廣閱讀 傳遞知識的力量 也牽起跨國閱讀的新機緣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早